六重都刚刚上架了两款新皮肤 一个是魅惑胡耀打击 一个是二郎真军杨锦 分别对应弓箭女皇和野蛮人之王 我地马 猛然一看我还以为尽错了游戏 首先我们点开打击女王的皮肤展示页面 可以看到原本的女王是变成了一个九尾狐的模样 不仅飘在空中翩翩七五 而且手里的弓箭也没了 可能变成了法术攻击 待会咱去实战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二郎神蛮王的皮肤 蛮王手中的大宝剑变成了一把三尖两刃戟 身上也披上了一层明黄色的铠甲 同时头领处还有一簇燃烧的火焰 好像是他的第三只眼 从展示页面来看还不错 下面再去村庄看一下他实际建模的样子 OK可以看到这就是二郎神蛮王在村庄中的样子 建模做的还行和海豹区别不大 我们点击后他会大笑着把手里的武器指向天弓 看着十分豪迈 然后就是九尾狐女王 走路时看他的身体好像不怎么动 就背后的几条尾巴一直在晃 走起路来拼挺鸟挪 同样我们点开后他会张开手 向我们伸伸喇腰 讲道理是个建模做的真不错 然后我们再去实际中看一下他们的攻击效果如何 毕竟是68元一个的传奇皮肤 可以看到蛮王在攻击建筑物时 是会动手里的大脊劈下去 然后每次攻击都会迸发出一道黄色的闪光 跟冲击波似的打击感还不错 接着重点来了 我们开启蛮王的大招 看一下小野蛮人的皮肤 OKOK可以看到小野蛮人是变成了 类似于笑天犬的形状 四只脚 全身泛着赤红色的火光 头上和身上还有甲片 感觉蛮王这大招一开 身边给多了一片红色香云似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女王在实战中的攻击效果 女王的普通攻击是在身前发出三道蓝紫色的激光 好像是从他手里发出去的 然后命中的建筑物会泵化出一圈小爱心 我们直接开启大招 看一下小弓箭手的皮肤 OK可以看到小弓箭手是变成了小狐狸的样子 整体是蓝粉色 奔跑跳跃着很活跃 和打几的皮肤倒是很搭配 那么对于以上这两块皮肤 你能打几分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